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说说鬼灭之刃当中 非常痴情、傲娇的鬼玉石狼 他是如何由人类转变成鬼 他为什么又深爱着诸事呢? 最终有情人能终成眷属吗? 在最后也会说说 他对于鬼杀对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因为涉及剧透还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在200年以前还是人类的玉石狼 在35岁那一年 因为得了不治之症,性命垂危 就连身为鬼的医生 诸事也无法将玉石狼治愈 但眼前的医生突然问着自己 即使不再是人,也想活下去吗? 于是在这200年当中 玉石狼成为唯一一个成功 由诸事变成的鬼 自从变成鬼之后 病痛不要而愈,得到了不死之声 虽然需要摄取少量的人血 并且惧怕太阳 不过玉石狼还是非常感激 诸事小姐的救命之恩 眼前这名女性不仅温柔 更总是替他人着想 最重要的是外表成熟 美丽动人 这让玉石狼已经深深的爱上诸事 不过其实诸事在身为人类时 就已经结过婚 对于玉石狼 仅仅把他当作弟弟看待 不过痴情的玉石狼还是决定 一辈子陪在他身边 另外玉石狼每天 也都以每分每秒写着日记 记录下诸事的任何一切 一天可以写六到七页 在某天晚上东京浅草的大街上 看见了额头上有伤的小鬼 诸事鬼化的人类伤害民众 诸事小姐就用写鬼术将她救下 这时候开始玉石狼就知道 和诸事小姐单独相处的机会 将会变得越来越少 尤其与猎鬼人牵涉 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自从见到了猎鬼人 玉石狼由看诸事小姐温柔的眼神 转变成始终紧皱着眉头 并且非常不耐烦 眼里只有诸事的玉石狼 也完全看不上其他女生 甚至把迷豆子称呼为丑女 就当炭治郎惊讶着 两百年来才制造出玉石狼一只鬼 就立刻问了诸事的年龄 这让玉石狼生气殴打炭治郎 另外当炭治郎靠近诸事小姐一定的距离 玉石狼也会瞬间把炭治郎摔倒在地 自己动手攻击炭治郎 都让诸事更加的生气 虽然玉石狼口中说着道歉 心里想得却是 生气的诸事小姐也好美 突然玉石狼的邪鬼术受到破坏 两只鬼破门而入 分别是见闻之鬼 石扒羽与穷女诛杀丸 一开始就被求爆头的玉石狼非常不爽 就将视觉分享给无能的猎鬼人 并且对诸事说 就让他们当作诱饵 我们赶快逃吧 看见诸事小姐不可置信的表情 玉石狼立刻用认真的神情说 我是开玩笑的 这里来说说玉石狼特殊的邪鬼术 能够将邪鬼术放在人与物体上面 影响敌人的视觉 借此隐藏起来 可以说是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能力 以及分享视觉给其他人 是一个毫无杀伤力 却非常有效接近敌人的稀有能力 最终在诸事小姐的邪鬼术之下 消灭了囚女诛杀丸 看见无产的诅咒 玉石狼深深觉得 遇上诸事这样善良的鬼 真的是太幸运了 其实对他人刻薄讽刺的玉石狼 在紧要关头才会表达出自己关怀他人的心 为了不让炭治郎 袭如朱氏小姐的处事 赶紧替炭治郎污上口鼻 在最后还撇开头 别扭地说 你妹妹是个美人 玉石狼是鬼灭之人当中 非常傲娇的角色 那样刀子水 豆腐心的表现 其实都是因为他 不太容易与人亲近 也不知道如何表达 只有对救命恩人朱氏小姐 才能懂得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在鬼灭的所有角色 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为了复仇 而走在消灭鬼无始无产的道路上 不过玉石狼并不同 他只想与朱氏小姐 长相厮守 过着两人幸福的生活 不过朱氏却一心想要消灭无产 这个目标也让玉石狼 无条件地默默支持着 突然一个宁静的夜晚 鬼杀队当家产物夫 派了送鸭前来 邀请身为鬼的朱氏 前往灭鬼人的鬼杀队总部 为的就是要人与鬼 合力击败恶鬼的源头 鬼无始无产 因为温柔善良 重视生命的朱氏 知道肯定会有人类伤亡 于是就派了玉石狼 伪装成鬼杀队见识 救治受伤的队员 警官百般不愿意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玉石狼最终也只好勉强答应 玉石狼也将非常有利于 作战的邪鬼术 借给了鬼杀队下一任主攻 产无夫汇利栽所使用 如此一来可以分享视觉 以及快速传递消息 到每一个战场 并且引导着住 前往上弦的所在地 就当玉石狼混入鬼杀队当中 遇见了战胜上弦之流 跨越的善意 于是玉石狼 就把将要坠落而亡的善意 所救下 不过说话科博的玉石狼 还是不改本色 对着善意说 还好跟你战斗着上弦 还没有手用邪鬼术的力量 否则再过一年 你瞬间就死了 这时春天大吼着 不要说这种打击人的话 其实在这之前 玉石狼深爱的朱氏小姐 为了让无产吸收变回人类的药 就亲自用手放进无产的体内 帮助鬼杀队 拖延到了许久的时间 或无产最终化解了毒素 复原后重生 第一件事 就是将不断找麻烦的朱氏消灭 透过眼看见朱氏小姐 被杀害的玉石狼 感受到私心裂肺的痛 她强忍着悲伤 取而带着是咬牙切齿 到出血的愤怒 不过看似脾气差 异怒的玉石狼 其实非常的冷静 她为了替朱氏小姐复仇 她相当清楚 如何给无产 带来严重的伤害 透过宋鸭身上所布下的眼 找到了上弦知识明女 并且控制这个鬼的视觉 将炼柱与蛇柱 掩饰成已经战亡的样子 顿时之间 让无产一个鬼 对抗市民顶尖的鬼杀对见识 这时愤怒的玉石狼 向无产大吼着 你犯下了这世界上最严重的罪 就是将朱氏小姐 从我身边夺走 无产因无法夺回 民女的支配权 奋而将她亲手了结 因而让民女的邪鬼术 所创造出来的无限乘崩塌 当所有人被传送回地面 因为自己没有战斗能力的玉石狼 开始就是身受重伤的队员 甚至拯救了被无产 注射血液的炭治郎 以及失去小腿的炎柱悲鸣语 绝对不能让朱氏小姐的牺牲白费 这就是玉石狼 对抗无产的方式 这时已经遍体影上的炭治郎 犹如变了一个人 单独与无产战斗 就算失血过多 立刻身亡 也不无可能 玉石狼流下的眼泪 希望朱氏小姐能够保佑 如此拼命与无产战斗的炭治郎 就当以为太阳 能将无产消灭时 这个总是死不了的恶鬼 将血液注射到炭治郎身上 使炭治郎成为克服阳光 超越无产最强的鬼王 但是在太阳下 玉石狼什么都没办法做到 甚至连血鬼术也彻底没了效果 最终香奈乎 将忍与朱氏所研发变回人类的药 注射在鬼王身上 让炭治郎终于变回了人类 朱氏小姐一直以来追寻着无产 一切都是为了替家人报仇 这个愿望也终于达成了 她仅仅握着朱氏 遗留着法沾 流下了喜极而泣的眼泪 在经历过这次大战之后 玉石狼来到了蝴蝶屋 探望受重伤的炭治郎 他用自己独有的关心方式说着 你这家伙真是好运 变回人类的药 与蜜豆子少了一样 你就无法变回人类了 还勉强保有意识 真的很厉害 玉石狼一路以来 看着炭治郎从无能的猎鬼人 倒能独自与无产战斗 真的很拼命让妹妹变回人类 这时玉石狼露出极度温柔的表情 说着 你真的非常努力 很了不起哦 就当炭治郎觉得感动 热泪盈眶时 玉石狼马上变回尖酸科武的样子说 我是说笑的 别真的听进去啊 笨蛋 就当玉石狼离开房间的瞬间 玉石狼先生 请不要死 唯一能永远记得朱氏小姐的 就只有玉石狼先生了 数十年之后来到了现代 玉石狼成为了知名画家 所有的作品始终都只有一位 名为朱氏的女性 但其实早在那场大战之前 玉石狼从来没有对朱氏表达自己的心意 因为他了解朱氏 忘不了过世的小孩与丈夫 不过他和朱氏约定 如果有下辈子 希望能和自己成为夫妻 朱氏默默地点头 玉石狼说 一定会找到投胎转世的朱氏小姐 并且两人一起实现当年的约定 玉石狼是鬼灭之人当中 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痴情 嘴巴坏的鬼 但是深入了解他的故事才发现 玉石狼为了实现朱氏的愿望 就算知晓有多么危险 尽管不愿意 还是恶化不说地答应 他一直以来都把朱氏 摆在自己生命中重要的第一位 则将自己摆在第二位 朱氏在玉石狼的心中 不仅仅是一个救命恩人 更重要的是 已经成为玉石狼的生命中 最深爱的人 另外 其实玉石狼对战场 有着重大的影响 首先就是在灰力灾 与宋亚身上布下的眼 以及救下了受重伤 持续坠弱的善意 甚至救下炭治郎与悲鸣语 这使得他们回到战场上 最终才能成功消灭无产 尽管他的戏份没有走住 与主角群三人一鬼那样多 不过玉石狼的故事与形象 却非常让人难忘 这就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鬼 玉石狼的故事